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少許的調味 鹽巴 白胡椒 然後一點點的香油 然後就把它全部揉在一起 好 我們就這樣攪拌到它有黏性 當它的絞肉出現這個黏性之後 它等一下再爆的時候就不會閃掉 那我們就可以先來燙高麗菜 然後再把這個絞肉餡泡到高麗菜以後就可以囉 現在把它挖 挖空 把它取葉子的時候 會比較好取 放完之後就可以把它拿出來了 可以放到冰箱這樣子 把水分給它濾乾 然後在梗的這個地方 因為它比較硬 比較不好捲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稍微小薄一點 那這個可以不要丟電 它等一下可以包在裡頭 所以等一下就比較好捲 那一捲的話大概會用到兩片左右 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的鮮料放進來 然後我們在捲的時候 先把它包過去 往回拉一點點 讓它比較緊實 然後再把邊邊 折進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折進去 然後 還有一邊就是 鮮料碗 可以 切好了 再來 這裡 然後 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